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刘君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 歡迎來到98新聞台 您的收看是非要不可 是在非要不可的刘君耀 好 受腰腰 又到了禮拜五 大鋪頭 大鋪頭 上個禮拜跟大家講到 俄羅斯的布局殺人魔 Chicatilo 第二集 那這個有聽眾朋友呢 反應 不是我的聽眾朋友 其實是我的同事 跟我反應說 太露骨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露骨 露骨呢 就像 你們以前有沒有進去過那個台北車站的時候 舊式的台北車站 進到大門之前旁邊有兩個柱子 兩個柱子有兩個布告欄 兩個布告欄上面有非常多的照片 什麼照片 血淋淋的伸手藝觸的照片 告訴大家不要闖越平礁道 這麼簡單 所以我每次經過那裡的時候 都會在前面駐足良久 看人家怎麼死的 然後看了那個屍體 當然啦 這個血淋淋的教訓 馬上會升值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永遠都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 那有沉重的教訓跟提醒 那個才是有力量的 會提醒你 你要怎麼樣 所以當然 我的露骨其實還不夠露骨 告訴你 我只不過是講情節裡面 大概十分之一的皮毛而已 因為太深入的話 我怕你們聽不下去 你們就真的轉台了 那不是我願意的 那所以呢 我點到為什麼 這個Chicatilo 總共一生 總共殺了53個人 那53個人 絕大多數 八九成以上 都是年輕的 就是未滿18歲的少男少女 那這些我看的實在是 很可惡的一個殺人魔 我必須要把它點出他邪惡的 那個地方 到底在哪裡 可是我不想 不能講得太深入 所以我只有講了皮毛 所以單單皮毛 就讓你們覺得 哎唷怎麼會這樣 這麼血腥 這麼露骨 你要看 你就知道這個人 多麼的邪惡跟殘忍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咱們呢 要進入到呢 怎麼要去 把Chicatilo 給他呢 逮捕歸案 好 上個禮拜呢 我們講到的應該是 那個 他殺了第二個人 一個呢 是九歲第一個 九歲的少女 應該說女童啦 第二個呢 是十七歲的少女 他是他的一個技術生 後來呢 也被他呢 這個 騙到呢 這個森林裡面 然後呢 把他給殺害了 今天 我要講的 那繼續啦 那既然他在這一個 行凶的過程 因為他不舉 所以他藉由他的 他的手上的刀子呢 在刺入 這個被害人的身體的時候呢 他得到快感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病態 他因為這樣可以獲到性滿足之後呢 他開始去不定期的 不定時的 就不定點的 來來尋找他的作案的對象 那所以不定點的 其實呢還是可以歸納出一個 因為人嘛 人總會有一個地域環境嘛 所以說我們常常在講說 哎呦 這個兇手有沒有地緣關係 有沒有 常常講地緣關係 地緣關係 地緣關係就是這個意思 他住在哪裡 他在哪裡工作 他的出身在哪裡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個地緣關係 他的活動範圍呢 就大致大致上會在 會在這裡 不會有人這樣子 明明就住在台北 然後呢 每一天跑到高雄去犯案 殺了人之後呢 再回來台北居住 然後呢 這個 不定期的到台東到哪邊 這個不太可能 通常呢 他就會在台北 他住台北 那可能就在台北 周邊犯案可能到林口 到到桃園了不起 大概是這樣 他不可能要跑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犯案 一樣地緣關係 所以呢 卡迪羅呢 那個時候呢 他住在呢 沙赫特 SHAHAT 聽起來有沒有像俄語 SHAHAT 那這個呢 他住在沙赫特 所以 當他殺了兩個人之後呢 沙赫特呢 這個周邊啊 這個小鎮啊 接二連三 發生了 少男少女 失蹤 失蹤 然後或者呢 被發現了 伸手益觸 或者是被分屍的這樣的一個 慘案 就在他們的 不管偏遠的森林裡面 就偏僻的 不是偏遠 偏僻的森林裡面 而且裡面呢 還包括了呢 三名的妓女 那個大概都是在二十歲左右 都這樣的一個 一個妓女 那年輕人呢 他 很多年輕人是 家裡面 他們那個時期 家裡面窮 所以呢 有時候吃都吃不飽 吃不飽呢 有時候父母親啊 實在是無能為力 那小朋友呢 有時候會離家出走 沒有 然後評鑑夫妻擺飾哀啊 那小孩子也是一樣 在這種窮人家的小孩 如果 在一下有點叛逆 一言不合 爸爸媽媽根本對哪裡 無可奈何 好 可能就離家出走了 那離家出走 他在哪裡 最常出現的地方 那就在車站 好 車站其實很多的人 在車站是一個 對 對離家出走的人 或者對於 對人生 徬徨的人 車站是一個 他們最常流連的地方 因為他不曉得 往哪裡去嘛 那往哪裡去 你怎麼不能 往深山裡面走啊 那你就去出家好了 但是呢 不曉得要到哪裡去 就在車站裡面流連 車站裡面呢 每一天有那麼多的 車班要發到 全俄羅斯各地 那所以呢 你 在那邊流連 我到底要不要上 要去哪裡 往東還往西 這個時候呢 當你人在彷徨遊移的時候 車卡提羅的機會就出現了 那他就過來 哎呀 怎麼啦 去哪裡啊 就這樣子關心 你這樣子天氣不會冷嗎 哎呀 我看你好像很餓啊 好來這塊麵包請你吃 那如果是小朋友呢 哎哎哎 這把糖果請你吃 哦 那妓女 妓女的話呢 因為她是妓女是她 她叫出來的 所以呢 那當然彼此都很清楚 是要幹嘛 只不過地點在哪裡 不曉得 你是妓女啊 今天約了碰面 哎 我們去哪啊 上哪去啊 是到你家 還是到賓館 還是到哪邊啊 車卡提羅說 我們不要去賓館 也不要去我家 我們去森林 他喜歡這個啊 這個 野趣啊 那所以呢 也是會被誘偏到森林裡面去呢 殺害 但是他們殺害之前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就是車卡提羅他不舉嘛 所以不舉的時候呢 最容易惹怒他的呢 就是妓女 因為呢 妓女呢 見多士廣 月人無數 伸張守衛 那所以呢 你一不舉 他反而嘲笑你 哈哈 齊卡提羅 鳥已經很小 可是呢 又飛不動 啊 這實在是 這種 這種 齒入 會馬上呢 拔出刀子呢 刺殺 這個雞女 但是在刺他過程裡面 他又得到快感 所以說 他其實在 從一開始 他就很清楚 他叫妓女 不是要來 不是要真的跟他發生性關係 而是要殺害他們獲取性高潮 很恐怖吧 很恐怖呢 真的 他是用這種方式在獲取性高潮的 你就會覺得說 啊誰被他叫 誰只要接到他電話誰 大概就死期不遠了 好 那所以 他殺了17歲的寄宿生之後 後面接連呢 殺害了呢 這個七八個人 啊這七八個人呢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都是在 車站 鐵路旁邊 就公車站啊 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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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站啊 的這種附近 周邊 被他誘騙的 那這些 誘騙的 這些人呢 一一 後來呢 屍體都在這個 這個 這個 沙赫特的這個 周邊的森林呢 或者是偏僻的地方呢 被找到了 找到的時候呢 經常都是 因為我看那個照片 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幾乎是這樣子 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他有習慣性的呢 把 被害人的身體呢 做肢解 或者是割下 他的某一部分的器官 也許胸部 也許下體 也許哪裡 不知道 大腿 習慣呢 割了下來之後呢 帶走 帶走之後呢 他也不是說 當作戰利品 不是 他 把他吃掉 哦 因為 如果你們記得前面的 我告訴你的 那個 他小時候 就被灌輸一個 一個 影像 概念 他的哥哥 是被鄰居抓走 吃掉的 哦 所以他認為人是可以吃人的 哦 原來 原來他們肚子餓 然後呢 就把哥哥抓去吃了 那 吃人這件事情 他就 在他心裡面就合理化 所以 為什麼 我之前曾經在節目中講過 北歐 為什麼他們不會打小孩 他們 夫妻之間也 也很少 打架 家暴 他們不想讓小孩子看到 因為你讓小孩子看到說 哦原來是可以 透過打架肢體衝突 來發現你的情緒 或者你的憤怒 那我告訴你 他就會這樣使用 所以 北歐人很多人是這樣 他完全不打小孩的 在小孩子的生長過程裡面 他不曉得打這件事情 他連打都不曉得 那他怎麼會去做呢 是不是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哦 那所以 他們在 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環境之下 為什麼 人家說 這個北歐的治安非常好 從小的給你的環境就是這樣啊 給你的環境就是這麼的單純 這麼的 peaceful 哦 這麼平和 然後大家呢 都是什麼事情做下來談 哦 沒有那種呢 啊一定要這樣這樣 可是 當然啦 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這個 南方人算是 我們在亞洲這種地方 亞熱帶地區 那天氣都要熱死啊 對不對 那經常有時候呢 啊 尤其夏天鬥歐更多 因為冬天呢 懶得動嘛 夏天呢 大家氣壓壓 然後呢 身體都穿著露出 露出背肌的 啊 你比你比誰的肌肉大 啊 結果呢 你有刺青 我有刺青啊 看不順眼 你刺 你刺鴨 我就刺霸 霸 那樣子 好了 那像類似這樣 諸如此類的 這個在我們亞熱帶地區的 人民呢 比較難想像說 哎呦 完全沒有 爭吵打架的一個社會 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那麼死氣沉沉 呵呵 社會 不要啦 開玩笑 不要說人家 我們達不到人家境界 就說人家不好 好啦 那 這樣子開始發生了這麼多的摩殺案 那 莫斯科警方是什麼 是 是豬啊 不是嘛 一定不是 因為呢 一再的發生這些事情 開始爆案了 很多人 都覺得說 喔 怎麼會這樣 怎麼連續這樣 都是小 連續人開始了 好啦 那這事情呢 從地方警方呢 一直傳傳傳傳到莫斯科 莫斯科是他們的首都嘛 首都就像我們的刑事局一樣 啊 在首都裡面有一個最高的啊 最高的刑事政辦單位 莫斯科警方呢 就派遣了呢 菲提索夫 他們什麼都一個夫嘛 菲提索夫啊 就去這個地方呢 來開始調查了 在調查的過程裡面呢 他第一個先鎖定呢 就是 精神病患或者有性侵紀錄的前科犯 先調查 哇 調查呢 果然呢 找出一個是相關的這樣的人 齁 裡面呢 就是沒有 但是呢 被他抓的還有一些 一些在剛剛成年的 這樣的一個性 性侵的前科犯 哎呀 打了半死 我告訴你 刑囚齁 在早年的時候呢 在全世界的警方都一樣 哪一個國家的警察說他以前都沒有刑囚過的 沒有啦 都也是 叫趴 趴到呢 裡面還有一個承認的 呵呵呵 承認的 這本來就像江國慶的 有沒有 江國慶那個案子 江國慶也是給我刑囚 趴到半死 然後呢 好啦 好 別說怕了的戲啊 我認了吧 江國慶槍斃了 槍斃了 槍斃呢 出現那個許隆忠 有沒有 許隆忠後來呢 還證據不足 齁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他的掌紋的那個木條呢 不見了 啊那個掌紋上面也沒有 也不是有 有沾寫的掌紋 所以 哪怕有掌紋 也不能夠確定 就是他幹的 是不是 所以呢 那案子就變懸案了 齁 那一個 那個女童的 台灣的江國慶那個案子 後來變懸案了 那 這個呢 在 俄羅斯的這個呢 齊卡蒂洛真正的 歹徒也沒被抓到 結果呢 抓了一些 其他的人呢 有前科的呢 打了半死 結果中間還有人 還有人 還有人認了 認了之後呢 結果呢 在 在監獄裡面呢 還繼續要被刑囚 在逼供 啊你還有殺哪個 這條也是你的 那條也是你的 全部都灌給他 就灌水有沒有 所以灌水就是他的業績要灌水 什麼事什麼案子 全部都都讓你一個人扛 受不了呢 自殺 哈哈 自殺 所以你看 像不像 像不像 我們這個台灣也有 也有一些案子是這樣 王英仙有沒有 那個什麼 李思科那個搶案的 欸 說是他搶的 結果呢 他在壓解過程裡面 就跳 跳河自殺 有沒有 受不了被你們淋虐打 打成這樣 又不是我幹的 非要我講 非要我交代細節 我就不是我幹的 我怎麼交代細節 啪啪啪 啪啪 我招我招 細節自己編 第一次編的 跟第二次編的 怎麼會一樣 你又從警方問 問到檢方 檢方到法官 我跟你講 每一次講話都不一樣 因為他根本不是他幹的 他老袋裡面 根本沒有這種情節 都是他編的 好啦 結果呢 怕是 俄羅斯這個 嫌犯被你打死了 打死之後呢 還是 還是 沒有 沒有破案 被殺的 尖殺的事情 還在發生 還在發生 好啦 警方怎麼辦 那這樣子 我們派出呢 這個大量的軍警 在所有的這個 這個 車站啊 鐵路局啊 之類的地方 加強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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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台灣也幹過 之前 GP的那個 那個 白小燕案的時候 那時候是要抓人 要抓人 但是呢 也在很多地方 都布滿了 布滿了這些呢 軍警 戰哨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就是 讓你們這些人 不敢在這個地方出現 而呢 往一些呢 偏僻的地方去 而往偏僻的地方去 通常那地方都布滿了什麼呢 便衣 沒有說布滿啊 但是就撒 把便衣呢 往這個地方去撒 便衣就會 喬裝成為一個清道夫啦 喬裝一個 美冠牆的啊 或喬裝一個什麼的 賣報紙的啦 之類的 在那個地方 去等於是做 放哨的動作 好 我在這邊的地方 好像在賣報紙 賣香腸 賣冰淇淋 賣披薩 但是其實我是警察 便衣 我來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 在那邊出現 或者去找誰 找那種少女啊 搭訕 因為呢 現在我們對被害人 都已經有一個 明確的輪廓了嘛 都是少男少女 那只要有人在搭訕 這一些少男少女的話呢 那這個人 可能 就是兇手嘛 今晚告 廣告說的節目去聊 好 受藥要大捕頭 那 這卡鐵路呢 心裡面在哈哈大笑 哎呀 你們 這個招數 我會看不懂嗎 你們在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 這個交通繁忙的這些公路局什麼 啊這個 高調的巡邏 盤查 每一個人 看起來有可疑的 背包包的幹嘛 他們就是 就去盤查 這樣子呢 目的其實就是 他 讓 你 嫌犯呢 不敢在這個地方出現 而往那個 郊區 他們 布下便衣的 的地方去 好 結果呢 這段過程裡面 奇卡鐵路還是不斷在犯案 這中間還又殺了15個人 哇 那這樣讓這個警方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呢 可是呢 那一個警察 巡邏的警察 這些大批的軍警啊 時間一長 我跟你講 累了 大家都很累 而且呢 心裡面都覺得 哎呀怎麼又來了 一開始 我跟你講啊 警方都是這樣 像我們當初在跑這個 白小燕命案的時候 一開始在收啊 在收山啊 收什麼的 哪邊的時候 全國在那邊動員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呢 絕大部分的 哇都是 義憤填膺 要趕快把這人抓到 可是 時間一脫長 會疲累啊 因為什麼 很多人都半年 沒回家了 那 怎麼辦 那個士氣會越來越低落 好啦 這個時候呢 奇卡鐵路呢 嘿嘿 終於呢 有一次呢 被抓到了 1983年的9月13號 他第一次 就在他住的那個地方 車站的附近呢 嘿 他剛好在找尋 這個 潛在的被害人 找獵物 有沒有少男少女經過啊 什麼的 嗯 可是呢 他還在找 而已啦 就就就被一個變異人 覺得他可疑 盤查 袋子裡面呢 打開 袋子一打開 哎呦 一把刀 還有呢 一捆繩子 嗯 你帶刀子跟繩子 幹什麼啊 哎呀 又帶回去科學辦案一下 還沒有科學辦案 奇卡鐵路就說 啊 沒有沒有 我這個 這個是怎樣這樣 他開始就講 都會有托詞嘛 難怕難怕 啊 結果呢 可能涉及一件切刀案 那你是不是有去偷東西 如果講偷東西跟殺人 他會承認什麼 哎呦呦呦 有偷東西 有偷東西 殺人的事情呢 就完全 啊 警方呢 就沒有沒有問他是什麼 一查他的資料 哎呦 奇卡鐵路你以前當老師的 啊 老師 應該被尊敬的 所以呢 你又是一個不錯的 啊 學校這個 給你的紀錄 還不錯 你看起來又很慈祥很和善 啊 帶一個這個刀子 啊 繩子啊 算了 就用切刀案 把它辦了 辦了之後呢 哎呀判刑喔 判刑了一年 但是呢 只關了三個月 哎呀就假釋了 三個月 這是第一次 奇卡鐵路呢 被抓到 但是呢 完全跟 這個案子 兇殺案 連續殺人案 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嘿嘿 曲卡鐵路說 哎 那這樣子哦 我應該換個地方了 既然呢 這邊呢 已經人家在注意了 我就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哇這個地方呢 實在 名字實在太長了 我也沒辦法唸 叫做 新切爾卡斯克 哇 這麼長 好啦 就搬到那個地方 名字很長 通常的地方很小 那個呢 就覺得一個小鎮 好啦 搬去那邊 搬去那邊之後呢 哎 感覺上呢 那個地方呢 還沒有受到驚嚇 因為呢 沙赫特剛剛那個地方呢 已經大家軍警都已經鎖定了 那這個地方 嗯 哎 一副呢 這個世外桃園的樣子 開始 啊 奇卡鐵路呢 開始行凶了 開始殺 開始殺人了 又開始發生命案 在這個時候呢 同時間 之前辦這個案子呢 的 現在呢 換人啊 換另外一個人來接手 那這個接手的人呢 他接手的時候呢 他重新 重新對於 之前呢 的這些前科犯呢 在做一次調查之外呢 他又找了一個 精神科醫師呢 一起 來參與 辦案 因為他覺得呢 這個 行凶的手法 一定是有 有病的 有病的人 齁 好了 他自己參與之後呢 欸 他們 還在發生 齁 他們在找人 可是呢 案子還在發生 他們確定呢 之前找的那些人呢 都不是 至少這個算英明吧 齁 你不要再用科學辦案 在科學辦案下去的話 又把一些呢 不相關的人呢 欸 打了半死 他又承認了 繼續在辦 後面還在發生案子 他認為說 這個人還躲著 而且我們到現在 還沒有找到他 齁 所以 他們呢 開始呢 又是用之前的那個方法 先高調的在 發現屍體的那些鄉鎮的 主要的車站呢 開始高調的巡邏 站崗 但是在很多地方呢 就開始呢 一樣齁 布滿了非常多的便衣 欸 這個效果呢 終於 終於出現了 終於達到這樣的效果了 什麼效果呢 終於有一個便衣警察 在 Chicatilo 剛剛殺害了一個人 一個少女之後呢 把他的胸部割下來 放在他的包包裡面 從森林走出來 Bingo 爆死啊 這個呢 Chicatilo呢 竟然被攔下來了 他想纏了 這下子呢 強烈到 結果呢 那一個呢 警察說 你來幹什麼的啊 他說 我是來採草菇的 因為呢 他們當地的居民啊 他們會在呢 很 很 這個 上班 閒暇之餘呢 去採草菇 但是採草菇呢 都是什麼 就像那個 我們去登山的人 裝扮有沒有 穿著 穿著 腳打綁腿啦 幹嘛的 不會弄得滿身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他不是耶 他明明身上就是 一副那種啊 很休閒的樣子 根本不是要去採草菇的樣子 而且呢 耳朵跟臉頰上面還有一點血跡 的痕跡 這個便衣警察竟然 看看他的證件之後呢 也沒有看他的包包裡面 是什麼東西 竟然就說 好吧好吧 滾吧滾吧 快滾 齁 起腳底了 好像從天上掉下來這樣 他心裡面好像洗三溫暖 一下想說慘了 這下被抓了 因為什麼 那個屍塊還在他的包包裡面啊 可是 竟然警察沒有收 又放他走了 但是呢 這警察就把他記錄下來 你是誰 然後幹嘛 時間地點啊 記錄下來被他攔查 本來有可疑 但是呢 後來查五十句啊 就讓他走了 嘿呀 就這樣放過他的 太爽了啊 但是呢 後來他是那個 他巡凶的那一個 切下乳王的那個屍體 很快被發現了 被發現之後呢 法醫呢 到了現場 一驗 驗屍之後呢 推斷那個死亡的時間 一查警方的紀錄 哎呦 發現 那個時間 Ciccatello 剛好被警方有攔下來 但是呢 並沒有深入的盤查 來 鎖定 鎖定 鎖定Ciccatello 這個人 很有可疑 因為在那個時候呢 出現呢 就是有他 好 就因為這樣子 開始呢 警方呢 動員呢 開始去找他了 這個時候 Ciccatello 他也不是傻瓜 已經被這樣子 突然間能夠 能夠這個 這個已經要被關進去的 臨界點 還被放走 開玩笑 他就正想跑 跑了 哎 可是呢 警方就覺得 這個人 Ciccatello 是嫌犯 那又發動了很多的便衣警察 去找他 嘿 就在一個小鎮裡面呢 當Ciccatello正在 準備要誘拐一個少男的時候呢 嘿 警方一擁而上 逮到了 終於抓到了 抓到Ciccatello Ciccatello帶回去之後呢 開始 其實 科學辦案其實在早年還是有用的啦 而且呢 方向鎖定在殺人的這一塊 所以Ciccatello 在 在進不起科學辦案 這個情況之下呢 嘿 開始招了 好 開始招了 可是開始招的時候呢 他講的呢 呃 五十幾件 但是呢 其中就三十六件呢 是被他呢 是找到屍體的 當找到屍體的這幾件 齁 那 法官呢 只能從這個部分呢 來做審判 齁 因為沒有找到屍體的 那 可能 到現在還不曉得 他到底是死亡了 還是呢 離家出走而已 好 這個案子呢 Ciccatello被抓了 被抓之後 在俄羅斯引起軒然大破 那所有的人民都關注這件事情的審判 但是審判的過程呢 Ciccatello非常的不合作 為什麼呢 當人別詢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藍藍的天 拜拜的雨 他就唱起歌來了 法官問他東 他就答西 而且呢 法官問他說 你有沒有殺人 你之前承認的殺人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我會殺人 就是因為我不舉啦 就當眾呢 漏鳥 法官一看 哈哈大小 沒有啦 法官就非常震驚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他在整個法庭上面的表現 就是要裝出他是一個精神病 欸我想啊 不要說我高認知點 他自己都知道 如果他是精神病的話 他可能罪很輕 會甚至可以被判無罪 他還在想無罪咧 但是呢 他的這樣的行為舉止 引起那些被害人的家屬呢 非常非常的憤怒 拿鐵錘 拿什麼 拿刀子 到法庭上面 準備要把他刀刺 要用刀子射他 但是 法官已經發現了 這樣下去的話呢 可能刀子會射到他 所以 乾脆把 用鐵籠子 鐵網呢 關起來 作為保護 今晚告 廣告之後咱們繼續談 他怎麼被審判 好 我們來九百新聞台會 六十九號 受藥要打不斗 講 俄羅斯不舉殺人魔 玩一篇 最後一段 咱們呢 因為他已經落網了 落網之後呢 在審判的過程裡面呢 蘇聯 剛好解體 蘇聯解體了 蘇聯解體的時候呢 那時候還想說 唉唷 那時候他可能有獲得一線生機喔 因為蘇聯解體 大家各 已經變成俄羅斯了 沒有蘇聯了 可是呢 全俄羅斯的人 都不能夠放過 他們認為這個是 全 他們那個時期啊 全國最最最最最最最可惡 最嚴重的一個殺人犯 那所以呢 這個法官呢 哪怕那個法官 那個法院呢 的名字都改了 以前叫蘇聯什麼什麼 現在叫俄羅斯什麼什麼 都改了 一樣 這個案子呢 不能改 很快還是繼續進行審判 但是我剛剛講呢 俄羅斯一直在法庭上面呢 使出很多的手段 所以呢 顯然他根本沒有行為異常 但是他把他裝的自己行為異常 他不時的唱歌 不時的肉鳥 然後呢 不時的呢 這樣子這個狂笑 連這個 這個法官問他 很嚴肅的問題呢 他都可以狂笑 那這些呢 過程呢 雖然 法官知道他是在玩弄手段 但是依照他們有一些程序呢 他還是繼續做 這個做的過程裡面 最後 法官 你知道 換了一個法官 他竟然呢 判處他呢 52次的死刑 我們剛才講 不是有36件嗎 36件也是有找到屍體的 但是呢 他50幾件當中呢 很多 沒有找到屍體的 這個法官 不管 他判斷呢 這些人都已經死了 雖然沒有找到屍體 可是 他認為 已經被 Chicardino殺害了 所以 總共判了他52次的死刑 法官講了一句話 死刑是我唯一可以判處的刑罰 對他只有這樣子啦 但是你知道嗎 當庭還有很多民眾不滿 他說 不要判他死刑 要當庭釋放他 你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們要用施刑 這是你 你判他死刑 國家要給他死 還不可以 他們想要自己來 動施刑 把這個殺人魔呢 給肢解幹掉 就像可能像用我們以前那個 寧朝 清朝的靈池 靈池促死 以前的靈池啊 最多的是誰 崇禎吧還是誰 他被刮了三千多刀啊 三千多刀在把他殺死 所以你看他一刀一刀的這樣子啊 他們想要這樣子 一刀一刀的呢 讓Chicardino知道 他怎麼去殺害他們的小朋友 的這個痛苦 跟他們的這種 這種心裡面的怨恨 有多麼的深 所以當 當民眾被害人家屬都還這樣講 最後呢 這個Chicardino 給他最後一次的說明的時候 他說呢 他還歸咎 他怪什麼 他怪社會制度 他怪他的布局 他怪烏克蘭的大饑荒 怪東怪西 就不怪自己 後來呢 上訴到呢 伊爾卿那裡 那時候的總統呢 叫伊爾卿 伊爾卿大家應該還記得 伊爾卿呢 也拒絕呢 讓他上訴減刑 批准 執行死刑 後來Chicardino呢 在這個 右耳下方 砰打一槍 在腦袋呢 打了一槍 就結束他的生命 這個人呢 縱橫 這個俄羅斯 那麼長的時間 殺了那麼多人 少男少女 的這種殺人魔呢 就這樣子 死在監獄裡面 不過呢 這個案子呢 希望呢大家 當然啦 我們在台灣 還沒有看到 這麼恐怖的人 但是這個呢 我們都聽了 引以為戒 好不好 今天大捕頭 先講到這邊 謝謝